随着全国各地的城市开始重新开业 地方政府正在考虑关闭街道 扩大户外就餐空间 让餐馆在服务更多顾客的同时提供社交距离 加里弗尼亚州的伯克利市 是最新考虑这一想法的城市之一 市政委员会在周二将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表决 该法案要求市政管理者确定关闭的合适街道 并与餐馆和企业合作利用这些空间 伯克利是世界文明的烹饪中心 伯克利市长杰西·阿雷奎提出了这项法案 他表示这些餐馆现在处境艰难 我们的想法是享受今年夏天非常好的天气 让人们走出家门 保持距离 同时支持我们当地的经济 重新开放我们的经济 纽约市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等地 也在进行类似的立法 奥克兰已经关闭了一些居民街道 让居民有更多的空间锻炼 同时保持社交距离 旧金山也开始了关闭商业街道的计划 市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旦市政府的健康令允许在餐馆就餐 企业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包括全部或部分街道和人行道 作为户外单位 阿雷奎说 他的灵感来自立陶宛 上个月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允许咖啡馆和餐馆 使用广场和街道作为额外的用餐空间 如果获得批准 阿雷奎表示 他的办公室将与城市管理者和企业 一起确定地点 并为想要参与的餐馆制定一个申请流程 在伯克利市中心的中心街 一位被阿雷奎推荐的街道负责人 很好地适应了这个项目 日本餐厅以Buku与其他十几家餐厅比邻而坐 餐厅经理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最终取决于地点 他说 对我们来说 就在我们面前 有一个大型建筑工地正在施工 我不确定客人是否想要听到那个声音 阿雷奎表示 另一个可能的地点 是沙塔克大道附近的藤街 当地居民安娜和法格尔扎达表示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 他们将对光顾有户外空间的餐馆 保持开放态度 安娜说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它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仅是当地的餐馆和消费者 而且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尝试一个新的地方 并以不同的方式 支持其他社区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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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 invaded